这尊比人还要高的钢弹机器人模型 外形精致 坚硬的盔甲更是栩栩如生 你能想象 它其实是透过纸打造出来的吗 台湾学问大这次要拜访一位 无师自通钻研纸模型领域 从电子业走到设计总监的 纸模型达人陈文泰 我那时候在大夜班上班 下班之后没有别的娱乐 那因为小时候喜欢做模型 上网看一些资讯的时候 发现这个纸模型是下载就可以制作 就开始模出兴趣 必须从一张平面慢慢做成一个立体 一切一切的成就就在以耐心跟坚持 想将完成模型的成就 上传网络与网友分享 却意外获得许多的注目 甚至有媒体找上门来专访 这个曝光机会 让它有了商业合作的邀请 使得原来的下班娱乐 取代了原有的工作 而成为新的正职 实模型带有生活上很大的改变 我在电子业上班是大业班 朋友他们是正常上班的 想要找他们变成没有机会跟时间 跳出来做变成比较自由 人际关系开始拓展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发展 专职之后很多定制品是必须要从舞到游 中间比较困难就是我就要去学 三丁美斯隆自建模 全部自学的困难点就是它的指令多 也就是说英文 一一去克服之后才有办法做到现在 第一个用指模型赚到钱的其实是 我有一整组的指模型的枪支 他一开口就是说他要整组买下来 要拿去烧给他大哥 他还说要补子弹 没补子弹他会请大哥来找我 他常常会为了一个作品 他想要跟上一个作品不一样 所以他常常会半夜的时候失眠 是因为他灵感突然来了 然后他就会开始打开电脑绘图 或者是在客厅的时候已经有办成品 他可能会去拿个梯子 然后去帮他接个电线 然后做一些小部分的修改 所以他牺牲他很多的休息 睡眠还有行李 在老婆眼中 文太是一个为指模型 全新付出的男人 还曾经为他制作了路头造型装饰品 当作乔迁贺礼送给好朋友 不过在结婚之前 爸妈其实并不看好两人的交往 因为他是我第一个交往对象 所以他们觉得 认识就好 当父母的人就会觉得说 他就是一个做模型 然后又是扶植的人 没有什么收入 然后我们结婚之后应该会很惨 他们担心归担心啊 也有看到他很大的努力跟创新 采访渐渐越来越多 加上他的作品一次比一次更突破 长辈就会觉得很骄傲 这是我的女婿 做纸模型的好手艺 让他逐渐获得岳父岳母的肯定 作品更是常被模型玩家以高价收藏 在这个别馆里面我们的馆长Frank 他就觉得 哇 这个钢弹怎么可以用纸做出来这么精美的东西 包含它的光泽也好 它的细部也好 它其实呈现得上都很不错 这支是我第一支大型的钢弹 它的做法很特别 就是因为它是用甲用的S印表机 用噴墨一张一张印出来 再把它拼成像拼图的方法 把它剪在后置卡上面 比较特别的是它的防潮 它的做法已经要用到汽车精油 所以它表面会那种硬化的亮光 光成会比较好 所以你放了再久 在家里放了再久 它还是长这样子 我花了八个月的时间 细节就是后面慢慢加上去的 一般民众可能一出来就做 但是他不会想到说 其实增加这些细节 会让人更精致 在纸模型的世界里 闯出了属于自己的一片天 也让他获得了数位公司老板的青睐 聘请他加入团队 担任创意总监一职 一直对他的工作 他的作品还蛮感兴趣的 因为好像全台湾 只有他一个人做这个 所谓的大型纸模型 真的随便问我们年轻人 那些小朋友说 有一个我认识一个朋友 会做这个纸模型 你看那个大型钢杆 你知道是知道 纸哥啊纸哥啊 所以就很直接的 我觉得就希望他能够进来 跟我们一起合作 然后创出一些新的一些火花 这样子 从电子业走向纸模型达人 再到设计领域 对于自己这几年 在不同跑道上的转换 有什么样的心得呢 想要转换跑道 必须要花很多精力 精力做功课 你必须要确立在这个市场上 有你的独特性 不然你转跑道 可能会跟人家打在一起 很容易就失败 教学开始最希望 把纸模型带给大家认识 在台湾这个市场 纸模型是一个非常小众的 在传统大家会以为 只做的东西 可能就是要拿来烧 我希望颠覆一般民众 对纸模型的概念 无需羡慕别人无师自通 只要肯坚持信念 努力不懈 你我都能为自己的人生 写下辉煌的一页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